8月15日,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,就不久前麻生太郎窜台及言论进行了回应,汪文斌表示,中方此前已就日本的个别政客窜台妄言向日方提出了严正交涉。 日本增,非法侵占并在台湾实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,犯下庆祝难输的罪行。 大家都知道,最近中国领海主权受到了严重挑衅,8月5日,菲律宾派出两艘执行补给任爱礁,以给坐摊任爱礁的马德雷山号军舰上人员送补给为幌子,加带大量加固军舰的材料。 针对菲律宾这种赤裸裸的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完整,企图永久侵占任爱礁的行为。 中国海警果断出击,中国海警5201舰立即依法队入侵的菲律宾船只进行拦截。 在多次喊话警告无效后,使用水炮实施警示,挫败了旗运输加固物资的企图。 就在中非两国就这起事件展开激烈交锋时,日本有人坐不住了,他们盯上了台湾问题,也要插手中国的内政。 8月7日至9日,日本前首相自民党现任副总裁麻生太郎率领众议员组团窜访台湾。 消息传开后,无论是台湾岛内媒体还是日本媒体,纷纷报道这起事件。 台湾民进党当局的蔡英文、赖清德等人欢欣鼓舞。 台湾媒体称麻生太郎是1972年以后日本执政党最高级别的窜台官员。 麻生太郎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窜台,俨然是赤裸裸地挑衅中国,更是插手中国的内政。 在窜台的三天时间里,麻生太郎把所有他认为重要的政治人物全部见了遍。 所见的政治人物,包括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以及副领导人赖清德台外事部门, 负责人吴钊谢,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及台北市长蒋万安等, 并特别约见了台湾鸿海集团创始人郭台铭。 另外,麻生太郎还专门前往台北市的五指山公墓, 来到台独分子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目前吊艳, 他此举就是公然为台独分子站台。 8月8日,麻生太郎在台北参加了凯达格兰论坛比2023印太安全对话, 他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大放厥词。 麻生太郎大肆炒作台海问题,称台海及地区不可发生战事, 当前应做好发挥强大威慑力和进行战斗的心理准备。 麻生太郎称,现在仅支持台湾建设防御能力不够, 重要的是要向对手表明,我们将利用这些能力来保卫台湾, 维护台湾海峡的稳定。 这就是威慑,麻生太郎更大肆炒作大陆要对台湾使用武力, 叫嚣台海地区正从平常时期转变为非常时期, 面对这样的局面,日本该怎么办呢? 麻生太郎认为,日本应该表达自己的态度, 要跟盟友和伙伴一起,就台湾问题对外传达战斗意志。 逼折仔细观看了台媒和日媒的报道, 麻生太郎所有针对台湾问题的发言中, 最为极端的挑衅和煽动的言论。 就是他表示,当前要阻止台海发生战争, 以日本、美国为首的志同道, 和德国家要由不惜一战的觉悟, 以发挥最强的下阻力。 更疯狂的是,麻生太郎更是把台湾称为国家, 扬言要保卫台湾。 笔者认为,这是迄今为止日本政客在插手问题上做出的最为露骨的表态。 比被枪杀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宣称的台湾有事, 就是日本有事更进一步。 82岁的麻生太郎, 窜台期间自不量力, 不断鼓吹立足于战, 强化威慑。 更值得注意的是, 日本政府对麻生太郎的言论的态度,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所说的话, 就是日本政府当前希望向中国传达的。 8月9日晚, 日本前外务副大臣, 日本众议员林沐昕又出现在日本一档电视栏目现场。 林沐昕又刚陪同麻生太郎窜台, 他在节目上透露, 麻生太郎在去台湾前, 已经跟政府官员讨论过这一问题指麻生太郎发表的言论, 这符合东京的官方立场。 林沐昕又还说, 我认为日本政府显然将此视为官方的路线。 一句话, 针对台湾问题日本政府彻底不装了。 对于台湾民进党当局而言, 麻生太郎的言论正符合他们的心意, 不出所料, 绿媒一篇称赞。 有媒体总结了麻生太郎参访台湾的行径, 称他创下了几个记录, 一,公开教唆台湾当局抵抗到底, 以武剧统, 这是最露骨的煽动, 二,日本政客彻底公开要插手台湾问题, 他们将以台湾为抓手, 三,日本如此挑衅中国, 肆意干涉中国内政, 这是前所未有的。 纵观麻生太郎的身平, 此人是一名彻头彻尾的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, 对我国的敌意远超过安倍晋三。 麻生太郎曾不止一次地说, 如果中国大陆对台动武, 那就涉及日本的生死存亡问题, 所以日本就必须联合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。 那么,麻生太郎为何如此嚣张呢? 大家要记住一点, 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的发言, 全部都是精心设计的。 所以, 从麻生太郎窜台到会见岛内政治人物, 再到公开发言, 事先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。 作为安倍晋三的政治盟友, 麻生太郎在其葬礼上负责发表道辞, 可见两人的关系多么密切。 自从安倍晋三被刺杀一年多以来, 自民党内最大派系安倍派至今都没能推选出新会长, 这使得安倍派群龙无首, 一盘散沙。 麻生太郎这次窜台大放厥词, 从他个人角度来说, 有可能就是奔着安倍派会长职位去的。 长久以来, 安倍派对台湾有着别样的情感, 对台湾一直格外关心。 麻生太郎也非常清楚, 要实现自己的目标离不开美国的支持。 于是, 麻生太郎以极端威胁的方式来挑衅中国, 配合美国打台湾牌, 其行为明显是在向美国递交投名状, 甘愿充当中美关于台湾问题对抗的极先锋和棋子。 对于麻生太郎如此粗暴干涉中国内政, 中国外交部立即给予强烈谴责和颜政交涉。 同时, 这一次中方回应麻生太郎窜台事件, 跟之前很不一样。 我们注意到, 外交部发言人一开始就给麻生太郎改了称呼, 用个别政客指代他。 纵观回应麻生太郎的所有文字内容, 有三点值得关注。 第一, 用了严重一词, 外交部发言人称, 麻生太郎窜台挑动对立对抗,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, 辞去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, 严重践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。 第二, 再次警告麻生太郎等日本政客, 现在的中国不是晚清政府。 原话是这样的, 日本政客窜台言必称战, 摆出唯恐台海不乱的架势, 是想把台湾民众推向火坑。 中国早已不是18, 95年签订马关条约时的清政府, 日本个别政客, 用哪来的资格和底气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。 第三, 不得一词出现两次, 这是给日本政府划了两条红线。 这也是对日本政客进行强烈警告和直接摊牌, 要求日本政府深刻反省侵略历史,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。 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, 不得以任何方式为台独分裂势力撑腰打气。 另外, 外交部发言人还特别提到日本对台湾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, 犯下了罪行庆祝难输, 而且至今没有就对中国的侵略进行道歉。 不难看出, 外交部发言人正是在提醒日本政客, 中日之间有着血海深仇。 不过, 随着麻生太郎窜台事件不断发酵, 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外交部强力回应后, 日本政府也很快发声, 岸田文雄应该是感觉到了危险。 当媒体询问对麻生太郎窜台期间的言论有何评论时,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则将麻生太郎和日本政府划清界限。 松野博一表示, 日本政府现在无法评价麻生太郎的活动, 一贯希望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问题。 看起来日本岸田政府倾向将麻生太郎窜台是个人行为, 但是这跟随行的日本前外务副大臣林木新佑的描述有明显差别。 表面来看, 日本岸田政府撇清关系, 但本质上根本就是默认麻生太郎的窜台行径。 自从岸田文雄出任日本首相后, 我们发现现在的日本政府只要关于台湾问题, 就会上演这样一套把戏, 将政客和政党政府刻意分开, 一直在唱双簧。 据最新消息, 日本公民党党魁山口纳金南正准备在月底访问中国, 而岸田文雄则准备亲笔写一封亲笔信, 由他访华时代为转交中方高层。 目前的日本政客几乎全部以美国马首是瞻。